7月10年甲级排球联赛进入到第6周的赛程了 其中米兽诺男排队保持不败精神 完成了开季十年胜 至于以青年国家队为班底的康蒂男排队 虽然吞下二连败 不过教练期待在暑假特训之后 这一批青年军就会在下半季打出竞争力 康蒂男排上周在七夜排球联赛顺利开胡拿下二连胜 不过第6周的赛事却接连遭到米兽诺 以及台电队老大哥以植若三横扫吞下二连败 这批青年国家队为主体的County经验稍嫌不足 不过7月开始他们将进入集训期 为10月份的雅青男排锦标赛备赞 7月联赛也提供他们以赛代训的摩合舞台 这批青年队选手是很好的一批选手 说身高有升高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协会要在7月号开始要做长期的 大概两个三个月的集训 那我相信集训过了以后 这个球队应该会拖他换骨 据目前战绩第一的米兽诺男排 对上本季胜利军中坑咬夜 以大专冠军施大男排为班底的米兽诺 第一局却遭到了大专季军 中原大学为班底的对手顽强抵抗 但最后米兽诺还是连下三局 以3比1逆转迎球 拿下傲人的开季十连胜 我们的学长其实他们在球场上 给我们一种安定的力量 跟在球场上处理球的一个细腻度 跟成功率 其实我们一直到这个十连胜里面 主要的一个原因 除了学长的带领 学弟们他们的一个努力 跟好的态度 再就是我们全队的临近率非常好 七连上半季只剩一周的赛程 米兽诺能不能完成半季全胜记录 球迷不防拭目以待 UDN TV 五家澳景仁光 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